接下来我们写小字 小它的笔画比较少 你看它的竖 线条会比较粗 像竖钩比较偏右边向上 一点向下 突破了 下面的红线然后向左上 勾出去 那左边 一点向右边 出去 右边 向右 向下 收笔 出锋 左边的点 会比较夸张一点 好野字 这个线条拉比较长 而且非常斜 折向下 出道尖 收笔 出道细 收笔 好这里 先竖 然后再弯 然后 然后再稀微的弧度 向内 左上 勾出去 好 好心 你看第一个笔画 很夸张的 像这一点了之后 提回来 把笔再扭回来 向上 好 好 再来就是一个微笑的 握钩 握钩我经常讲它像微笑的曲度 向内钩 这个钩 这个钩也是相对比较长 那这个点 先向下 逆笔 然后看到 好再向上 挑出去 好这里向右 长一点向下 收笔 钩 就能打开 穿着 橙 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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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